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打赌 小英落选的话 他就去高空弹跳 日前他真的到日本完成了承诺 被问到当时候的情况 王世坚说很恐怖 他感到晕眩 想到好龙变的时候很奇妙的 他就醒过来了 王世坚怎么说的 一起来听看看 我跳下去的那一刹那是很恐怖 可以说是一阵昏眩 但是我一想到要回来咨询好龙变 我马上就醒了过来 所以是一个很奇妙 很恐怖的感觉 当然人的话对血压影响很大 一定应该血压大概 150、160左右吧 不过我因为心情很好 我想说赶快要兑现 那心情就一落千金 诚信至上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终于跳了 高空弹跳地点不在台湾 而是在日本 全身悬在半空中的王世坚 双手双脚不受控制乱动 不过看起来身体没有不舒服 不过这一跳可让他吓坏了 但是就在我跳下去的那一刹那 我更感觉到生命的可怕 挑战生命最惊险一刻 王世坚对线不过蔡英文 没选上就高空弹跳的承诺 在跳之前 王世坚气喘吁吁和助理一起爬上楼梯 就定位置后马上向下跳 过程不到两分钟 王世坚的助理在11号把过程铺上网 网友纷纷大赞真男人 不过这一回面对心中最深恐惧 还真的让王世坚留下最深印象 一落千金 诚信自赛 一 二 三 真是李文廷台北综合报道